我们到帕尔玛了 屁股还没坐热的就已经到了 然后我们的好朋友坐好车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到机场 哇 私团的旅程开始了 因为帕尔玛是一个著名的度假圣地 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的是一个 SPA水聊酒店 可以整天看着海景吹着海风的那种 整个酒店的氛围就是那种 让人非常放松的感觉 看这个镜子感觉好像有两边 空间比较淡 Let's go 阿老师的小树包 好可爱 把房间设置好之后 我们就下楼准备choo-choo了 因为这边晚饭开餐时间都很久 要8点吧 所以我们就先在这边看看夕阳 喝了点东西 不得不感叹 这边简简单单一个海景就非常的美 接着我们开车进城啦 这边城市的感觉我还是挺喜欢的 建筑风格也非常有特色 就是那种随便逛一逛 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小惊喜 然后这一条这个树 还有这个路灯 怎么那么像上海呢是不是 你是不是音乐节去多了 简单的逛了一下就到了我们预定餐厅的时间 这一家是小红书上 很多人推荐的一个确实很好吃 我觉得值得一试 葡萄酒的种类也有很多 我这杯酒的名字我觉得很有趣 叫whispering angel 我就把它拍下来了 首先登场的是我们的海鲜小前菜 都好好吃好好吃 今天的主食是他们这边必点的一个龙虾海鲜饭 跟一般在别的地方吃的不一样的 它是这种半汤半水的 就是主打一个圆汤化圆食 还是挺有特色的非常香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甜点 是一个类似拿破仑的东西 搭配了清爽的冰激凌 吃起来不会很甜腻 理解和理解 理解和理解 饭后我们溜达到了一个非常牛逼的酒吧 我靠 这个地方真好绝 这是厕所 一个酒吧的厕所 真的 今天的计划是去海边 主要是想看这边比较出名的果冻 但是由于天气原因就是 跟晴天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我现在在搀扶着祖宗 我现在是真黄 我是苏佩盛 威武 那边有一个没穿衣服的老爷爷在晒太阳 好 真的 真得吃点小中餐了 晚上我们来吃了一家这边很有名的中国面馆 哇 真的真的非常好吃 太绝了 不光是解馋 我觉得它的面其实比我在国内吃过的都好吃 有些小菜一般 但是它们的面 哇塞 太绝了 人头发的一身 哦哦 真的没有很好 第三天我们要换地方了 然后在出发之前先去做了个按摩 然后又回到了城里去逛了逛 这个区域特别好玩 这个区域我感觉就比较文艺 嗯 它有很多的画廊啊 还有很多有趣的小店 就是真的还蛮好逛的 大家应该能逃到不少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 哈啰 斯宾Pretty 哇 哈哈哈哈 material girl 给我挂牛 傍晚我们又踏上了新的旅程 我们正在开网的是一家位于半山腰上的酒店 哇 哦 这山路还真的蛮难开的 要经过一段非常难开的发卡弯才能抵达 阿尔卡萨 卡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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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鰻鱼 鰻鱼 是来六弯吗他们 凉久了 我就走出去 我的妈 这也太美了 想在这多住几天 哇 这也太可爱了 阿丁 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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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丁 马风 我去吃吃吃喝喝喝就去了 OK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楽 音楽